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RK对策的实例 这是自然界的 这一组照片上面是R对策者 下面是K对策者 R对策者包括什么呢 包括田鼠 包括麻雀 包括大部分的昆虫 K对策者包括大家喜欢的 比如说大熊猫 打象 海雕 金丝猴 包括斑马等等 那么在自然界除了典型的R对策和K对策 还有两边投注对策 什么叫两边投注对策呢 有的是说随着环境的变化 环境比较理想的时候 它采取什么 K对策 对 环境不理想的时候 R对策 比如说举个例子 拿北极湖而言 北极湖在北极两种生境 一个是洞源 一个是海边的悬崖 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中 北极湖采取的生财对策 它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北极 在悬崖上的北极湖 它产的后代就是产仔比较少 为什么呢 它能获得大量的资金 比如说海鸟的蛋和幼鸟 由于有大量的鸟和鸟蛋 它称呼率比较高 质量有所保证 那么在洞源代或洞土代的 这些北极湖 它产仔比较少一些 产仔比较多一些 但是由于它能捕捉到的食物很少 比如说老鼠 数量比较少 它的称呼率比较低 那么北极湖 美国产仔 有时候能达到25头 这是很高的数量 是地球上参加最多的肉食动物 但是它死亡率非常的高 那么在热带 由于食物丰富 热带鸟类的美窝卵树 鸟卵一般比温带多还是少 大家说 对 少 老虎一般情况下 它此虎通常一胎 只有两到三个幼崽 当人们大量捕杀老虎的时候 那么此虎一胎可採下多大 七个幼崽 这也是什么 由于环境压力的结果 那么R对车 K对车各有千秋 如何评价呢 我们接下来对R对车 K对车 进行一下点评 那么R和K对车 在进化过程中各有类比 K对车者以质取胜 刚才说了 R对车者以量取胜 它的把宝分别压在什么 量成一个什么 智商 那么K对车者个体比较大 寿命比较长 竞争力比较强 防御力和保护右体的能力 非常的强 但是K对车者有个自命的缺点 它什么 它不仅是出生绿地 它的扩散能力 恢复能力也非常的弱 所以说 它这个适应性比较差 当K对车种群 它遭到猎杀屠杀以后 它这个很容易什么 遭到灭顶之灾 比如说大熊猫 老虎 这些宾位动物 都属于什么 K对车者 相反 R对车者的防御和竞争力 相对不强 但是出生率高 适应性强 扩散及恢复能力强 不容易灭绝 你说你家那个张蓝 或者说咱们社区的张蓝 啥时候敢进去杀绝过 是不是 不容易 R K 两种生态对车 对我们有什么起敌 RK对车 两种对车同时并纯 说明在刀光剑影的生计 还是充满什么 和谐和民主 无论是亡者还是弱者 你手里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谁都不能什么独把一方 两者分庭抗礼 平分求死 那么R对车者 斩不尽杀不绝 遍布天涯海角 遍布穷途陌路 在寂静的山间 在吹烟的傍晚 到处有他们什么 生生不息执着的身影 他们都能安身立命 屹立在天地之间 这些草根大众和王者一道 令人肃然起敬 我很喜欢吃R对车之一的 什么蒲公英 作为一名K对车者 每当我在餐桌上夹起 让我领爱的什么 蒲公英这个R对车者的时候 我都会从内心 悠然升起 对他的宠敬之心 我曾经写过一首 生态小诗 来表达对R对车者的什么 蒲公英的静慕之心 诗的名字叫 蒲公英在流浪 贫富富我小巧 慈母证我现状 大地送我空旷 清风 携我长阳 拒绝森林的奢红 灭视原有的交响 流浪 流浪 向沉寂点拨 生命的希望 飘摇 飘摇 在喧哗中 阐释死亡的安详 赴荒原最绿 伴 斜阳 神赏 落地生根 车者念过 那白色的乳汁 是我喜悦的 又好 误误